第竹哨音圣经 竹哨音圣经起于竹小指之下 斜上竹心涌传穴 出于周古金龙出下 眼泪环后进入竹根 再向上行于腿肚内侧 出国国内侧向上行于五类后旋 通向脊柱的长腔穴 属于圣经的联络的旁观 组织类疾病的复刻病 前因病 肾肺咽喉病 及经脉环的新部位 其病症如咳嗽 气喘 舌干 咽喉 肿肿 大便 密结 谢谢 肾腻 肽痛 肩骨 肌股 肽痛 围绾 无力 足以 热痛 热痛症 这就是说它有一首歌叫 读哨音圣经 血未隔绝 哨音经血二十七 涌传南谷 于太西 大中水船 于赵海 附流交信 驻兵派 因谷七类 祖谷后 以上重渡到七球 航谷 大赫连气船 四莽中柱 莽于其 桑驱时观 因都密 通古幽门 一寸曲 布朗神风 一临虚 神阙于中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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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 我们讲第一个穴位 永全穴 永全穴的话 它的功效 它有补皮 益胜 正经西风 收干 底气 组织的 那些癫痫啊 头痛啊 头晕啊 咳嗽啊 咽喉肿痛啊 鼻扭啊 足心热啊 失眠啊 下垃圾啊 下垂压啊 低血压啊 这些疾病都可以治疗 啊 体二就是说 我因为可以用按摩的手法 点按法和插法 揉法 掐法 直四 就是说我们 针灸的 那个用针灸 针灸的话 用针灸的话 就直四 零点五到一寸 局部 胀痛 胀痛 针感 所以感 破散到 足背 爱揪了一般的话 我们是爱 爱 爱住了 是三到五状 爱调 五到十 五到十分钟 精确地位 是我们在 我们在足底 足底 驱 驱逐 卷着 足心 对凹陷处 三秒曲血 就是我们 弯 卷足 就可以看 足底的 三分一处 有一个凹陷 按压 有个三麻藏的感觉 这个血位 就是我们 就是说 平时看上去 你看上去 是不是像一个 人字的终点 就是个 人字的终点 就是我们的 永泉血 第二个血位 是我们的 软骨血 软骨血 有 调补 肝肾 固色 代脉 凉血 纸巾 去风 除湿 主治 咧 咽喉 疼痛 心痛 无争刺 可血 疑精 阳尾 月经 布条 胸痛 脏蟒 按摩手法 跟上面都一样的 点磁按法 揉法 掐法 我们的 针灸 直尺的一般是 0.5 到 一寸 局部感的 伤麻 胀的感觉 为什么叫这个 穴位 我们叫 蓝骨血 蓝骨血 就是蓝骨血 在蓝骨的 就是我们的 周骨 金突 下凹陷中 如居住 三骨 就固成为 我们的 软骨血 固成为 我们是 蓝骨血 金血 定义位 是在我们的 足 内侧 足 周骨 突龙 下方 赤白肉 肌 一般的 我们想 座位 取足 垂足 一般的 内怀 内怀前下方 明显有 骨 骨性一个 标志 叫周骨 就前下方 有一个 凹 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 软骨血 第三个 穴位呢 就是我们的 太西穴 太西穴 有清肝 西风 温盛 助阳 理气 平喘 养心 安神 主治了 胰筋 阳尾 月经 不条 不孕 失眠 慢性 咽炎 耳鸣 孝喘 竹根 痛 或者腰痛 心脏病 一般的话 我们 就是说 精确定位 是在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怀 就是我们的 内怀肩 内怀肩上 与我们的 根肩 之间的一个 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 一个 太西穴 一般说 我们上描中 取穴 就是座位 垂足 由竹根 内侧 由竹根 的内侧 往上 内侧 往上推 往后推 就是内侧 向后推 直到我们的 竹根 之间有一个 凹陷素 就是我们的 太西穴 第四个穴 一位是 大中穴 大中穴的 功效呢 就是 润补 肝肾 清热 凉血 清脑 开窍 通筋 止痛 主治了 咽喉 鼓肿痛 腰肌 强痛 舌肝 嘘肝 嘔吐 胸壮 哮喘 便命 尿 尿拘流 精神病 痴呆 一般的话 我们选择的 方法的话 请确定为了 在我们的 根部 内怀 后下方 根骨上缘 就是根骨的 根骨的上缘 根骨上缘 根肩 附着部 有一个凹陷处 就是我们 大中穴 在描曲穴 就是我们 先要找到 我们的太膝穴 这是一个 我们的内怀 内怀肩 往下 这个就是太膝穴 太膝穴 往下的磅寸 就是我们 磅寸 往后推 点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 大中穴 第五个穴位 就是我们的 水船 水船穴的 补肾 也是一个 调补肝肾 温筋 散寒 里气止痛的作用 止质 就是 小便不利 痛筋 臂筋 子宫脱椎 腹痛 足根痛 一般的 精确体规的话 我们也要先 找到我们的太膝穴 往下再一寸 一寸 跟我们的根骨内侧 有一个凹陷处 就是 找到太膝穴 往下一寸 就是我们 一个大拇指 一个拇指 一寸 往下推 就是我们 就是往下 凹陷度 就是我们的 水船穴 水船穴 就是 上描中取穴 也就是 告诉大家 就是我刚才讲的 造海穴 造海穴里有 清液 清热 沥烟 温精 善寒 养心 安神 取之 就是咽喉 肿痛 气喘 便秘 月经 布条 痛经 宜经 甚需失眠 精确定位 也在我们的 怀区 内怀肩下 一寸 内怀下缘边 有一个凹陷处 内怀下面 有一个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 造海穴 造海穴的话 就是一般的 坐立 鲜 三秒钟取却 坐立 垂足 由内怀 垂直 往下推 这个内怀 往下推 有一个凹陷处 压中 有个双 拔胀的感觉 就是我们的 造海穴 第七个穴 为了 附流 附流穴里 有 立湿 修湿 立湿 取乐 滋养 甘肾 活络 止痛的作用 它主要治疗一些水肿 浮胀 还有一个 腰肌 肠痛 倒汗 深热 无汗 滋汗 这个 治疗 治疗 这些 精确 另外 也是 我们小腿 小腿 内侧 就是我们的 内怀 肩 上 肩 上两寸 就是跟我们的 跟腱 跟腱前缘 有一个交集处 就是说 也可以先 我们先找到 太西穴 向上推 三个 就是我们的 腹瘤 瘤 第八个瘤 位的话 就是我们的 胶性瘤 胶性瘤 补皮 易胜 清热 立湿 弯阳 通便 消肿 止痛 主治 就是月经 不调 子宫脱锤 尿拘流 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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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话 我们选择的 为什么 这个就是 大家记住 这是 擅长治疗 我们妇科病症的 一个穴位 精确定位了 在我们的小腿 内侧 就是内怀 肩 上 两寸 筋骨 内缘 后 有一个凹陷处 就也 这在我们 清洗 往上 往上推 就是两寸 就是我们 胶息穴 胶息穴 就是说 也是先找到 我们三秒钟 取写 先找到我们 太息穴 太息穴 往上推 三个手指 就是我们的 进骨后缘 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 胶息穴 胶性穴 第九个穴位的话 是筑兵 筑兵穴 这类就是 有个货痰 吸风 降溺 止疼 缓急止痛的作用 主制来就是 我们的腰 腿软无力 小腿内侧痛 肾炎 膀胱炎 水层肌 筋囊 一般的话 让我们的精确 体位 也在我们的小腿内侧 太息穴 直上五寸 鼻目鱼肌 就是这个 鼻目鱼肌 鼻目鱼肌 鱼根腱 交界处 就是我们的 筑兵穴 上面要去取穴的话 也是找我们太息穴 上七寸 太息穴 上七寸 就按到一个 双麻痘的感觉 还有一个 第十个穴位 阴骨穴 阴骨穴 就是 鼻液 肝肾 温精 善 行绳 定制 主制 也就是 我们那个 膝盖 膝痛 不能趋 膝关节炎 小便 小便 蚁筋 阳尾 阴囊 施痒 月经 布条 一般的话 我们的 为什么称为 阴 为什么称为 阴 因为它是属于 我们的 就是属阴 属阴 这个内侧的话 就是外 外 外阳 内阴 这个就是 这个阴 穴位在 膝关节内侧 膝关节内侧 还有一个 局部有一个 凹陷 骨 就是一个 峡谷一样的 东西 就是我们 被成为 阴骨穴 所以它的 穴位的来意 就是这样 经决定 穴 定位 这个也在我们的 膝后缘 膝后缘 在我们的 膝后缘 膝盖的后缘 膝盖的后缘 这个我们的 国恒纹 这国恒纹 上缘 就是我们来 棒 旗舰 外侧缘 这个就是我们 硬骨穴 它的三部 曲绘 就是曲细 可以看到 国恒纹内侧 触底两个 崩得很紧的 一个 旗舰 然后一个凹陷 就是我们的 硬骨穴 第十一个穴位 就是横骨穴 横骨穴 横骨穴的功效 有资金 固色 温津 散 古艺 新盛的 作用 功效 组织 就是我们的 福藏 福通 脚便普通 外阴 外阴 总控 宜经 女性的月经 布条 盆腔 脸 谢谢 便秘 主要是说 备注 就是说 我们横骨 就是我们的 原指的 持骨 联合 布 上面有一个 得名而来的 叫横骨 经决定位 就是说 在我们的下腹部 其中下五寸 就是我们这个 旗 下五寸 与我们的正中线 旁开 零点五寸 就是我们的横骨穴 它一般 仰卧 就是我们 找到我们的 膝 就是我们的旗 就是肚脐眼 往下 七个手指 再捧到零点五寸 就是我们的 横骨穴 现在第十二个穴位 是大鹤穴 大鹤穴 有调补 肝肾 温筋 善寒 健脾 立湿的作用 主要是治疗 宜经啊 早歇啊 月经 布条啊 子宫脱锤啊 盆腔炎啊 为什么 它叫大鹤穴 它意味 就是强盛 因为它 血居如下腹 居我们的下腹 为阴气 比较 比较盛的地方 就是我们大鹤穴 阴气 盛大处啊 就是比较 大的地方 精确第一位 就是也在我们 下腹部 骑 就是我们在骑 正中线啊 下四寸 就是在 在正中线 棚开 0.5寸 就是我们的 大鹤穴 这个啊 棚开四寸 就是我们 大鹤穴 上面有一种 取穴的掌握啊 依法就是我们的 横骨 向上推 一痕指 横骨穴的 上推一痕指 就是大鹤穴 第 第十三个穴位呢 就是我们的 气穴 气穴的功效呢 就也是 调补 肝肾 温筋 散寒 健脾 立湿 这个穴位 大家都 经常去 安安 可以补我们的 肾气 对 主要是 治疗类 穴筋 不调 那个痛经啊 不愿症啊 小便不利啊 药气 算了 那个阳尾啊 腹泻啊 背注 为什么叫气 因为在自己 地方是指的 我们的 肾气 穴位在我们的 就是这个穴位 是在我们的 官员 官员旁 就是我们 棚开 就是 也是我们的 肾气 藏着 藏着个地方 就是一个气 精确地位 就是在下部 齐正中线 三寸 这个穴位 就是我们的 官员穴 棚开 先找到 官员穴 棚开 0.5寸 就是我们的 气穴 这个穴位 经常可以 按按摩 按按下 不顾我们的 肾气 三秒起重 就是仰卧 齐 四尺 就是四尺 在棚开 0.5寸 就是我们的 齐 第十四个 第十四个穴位 是四毛穴 四秒穴的话 是健脾 立湿 温筋 善寒 缓急 缓急 齿痛的作用 主治 月经 不调 痛经 不孕症 疑经 水肿 小便 痛 便命 便命 常年 力气 为什么叫四 因为它是 排名 第十四个穴位 是它充满了 充满了一些正气 此就是圣经 入腹部的 第四个穴位 就是成为 我们的四毛穴 精确定位 实在下腹部 就是我们 骑 这个骑 骑下 两寸 旁开正 就是说 我们骑正中线 旁开 0.5寸 一般的小卧 小卧就是 也是我们 器官界的 三个 三指 再捧开 就是我们的 四毛穴 第十五个穴位 是中柱穴 中柱穴的话 是骨皮 易肾 浑经 善寒 缓经 止痛 有浮脏 呕吐 泄泄 便命 月经 不调 浮脏 浮痛 为什么这个穴位 叫中柱穴 因为所有的气血 都输入到这个地方 我们指的一个穴 就是穴位的中柱 与我们的 因交会 命名得来的 就是所有的 因经的穴位 交界于此 就是我们这个 中柱穴 精确定位 就是也在我们 下腹部 齐 齐下 一寸 就是 一寸 全正中线 捧开0.5寸 就是我们的 中柱穴 一般的腔位 就是肚体眼下一寸 下疑痕 再捧开 捧开 捧开 就是 我们第16个穴位 是 黄疏 黄疏 黄疏穴 温经善寒 理气 止痛 何 何 为止 何 为止 何 还有背筑位 为什么叫黄 指 就是我们的 浮膜 输的话 就是一个 输血 就是 穴位在 旗的旁边 意味着 就是 黄膜 直穴 今 确定位 在 浮正中线 就是我们的 浮正中线 就是我们的 旗 旁开 0.5寸 就是我们的 黄疏穴 三秒钟 取穴 就是 仰卧 浮正中 旁开 0.5寸 就是我们的 黄疏穴 17个穴位 就是我们的 17个穴位 就是我们的 伤取穴 伤取穴 就是说 它有 温筋 善含 底气 止痛 健脾 益气的作用 主要是 我们的 浮痛 闹脊 浮脏 呕吐 蟹蟹 蟻脊 藏炎 便命 主要是 它备注 为什么叫 伤 因为它是 我们在 五行当中的话 它是 五阴当中的 一个阴 它属于 金 属金里面的 曲的话 就是弯曲的 意思 因为这个 穴位 为大肠 部 为我们的 大肠的 这个地方 我们所以 叫 伤取穴 伤取穴 卷阙的定位 在上腹部 就 骑 就是我们的 骑 骑中 上 两寸 再捧开 0.5 这是 我们 这个是 下面是 骑 上 两寸 三秒钟 曲穴 仰卧 就是 骑 我们的 三尺 再捧 捧开 两 半尺 就是 我们的 那个 上 曲穴 第十 十八个穴位 是 石冠穴 石冠穴的话 就是 降孽 直偶 温金 善寒 温胜 助阳 主制 月经 不条 恶路 未经 难 便命 成岩 这个 这个穴位 就是 善子治了 我们的脾胃 虚寒的 主制 也是在我们 上腹部 上腹部 上三寸 就是 骑中 上三寸 前阵中 线 盆开 0.5寸 三秒钟曲 就是 一般的 仰卧 肚脐 上四寸 直 再盆开 0.5 第十九个穴位 是 阴都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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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温胜 助阳 温金 善寒 健脾 意气 主制 就是 浮脏 肚明 腹痛 孝患 便命 不孕症 绝备出 这个穴位 是我们的 独少 阴 圣经 因为 它属于 阴 位于 中晚 故 成为 都 就是 阴都穴 它与我们的 中晚 平行 就在我们上腹部 起上上四寸 正中线 0.5 就是 我们中晚穴 找到中晚穴 旁开 0.5寸 就是我们的 阴都穴 就是我们的 阴都穴 第十二十个穴位 是 浮脱骨 它有 温筋 善寒 理气 齿痛 何谓 止呕 的作用 主制 是 浮脏 腹脏 呕吐 胸痛 心肌 心痛 一般 疾慢性 胃炎 都可以治疗 主制 就是 通 就是 通道的 一个作用 这个穴位 是在 我们的 幽门 幽门 的下方 为我们的 水 水谷通行之处 就是我们 这个 水谷通 就是我们的 一个通道 就是 浮通 精确 精确定位 就是在我们 上腹部 上 其中 上 吊 前 阵中 线 0.5 三秒钟 取 就是 仰卧 就是我们的 那个 胸腱突 联合 以后 其交接处 一绳子 就是我们的 这个 浮通 骨 浮通 骨穴 第二十 一个穴位 就是我们的 幽门穴 幽门穴的话 就是我们的 温金散寒 叫 幽门 幽门穴 理气 齿痛 温金 固涩 浮通 温成的 呕吐 腹痛 还有我们的 胃溃阳 乳腺炎 蟹蟹 笠基 备注的 幽 就是 幽影的 门 就是一个 门户的意思 就是这个穴位 进于我们 下口的 幽门 与我们 相关的 相关的一个穴位 精确是 我们的 上腹部 其中上 上十六寸 就是 福田正宗 线的 棚开 零点五寸 就是上午 就是我们的 上八个 八个手指 在棚开 零点五寸 就是我们的 幽门穴 历史二十二个 穴位 就是我们的 布朗穴 布朗穴 是指偶 平喘 宽解 乙气 清热解毒 组织 咳嗽 哮喘 胸痛 鼻塞 急慢性胃炎 肠肋神经痛 肤膜炎 这就是为什么 称为 布朗 它布就是行走的意思 朗就是走廊的意思 它是 陈正宗 因为我们 正宗有 为庭 两旁为朗 这个穴位 所以说 中庭 也是我们 中庭穴的 棚开的 意外 于我们 中庭穴 棚开 零点五 就是我们的 布朗穴 所以取名而来 精确体位 在我们的胸部 在胸部 第五 第五类 这个就是 这里可以属于 二 三 四 五 第五类 第五类的 内间隙 前正宗线 旁开两寸 这个前正宗 旁开两寸 就是我们的布朗穴 三秒中取穴 这也是仰卧 仰卧取穴 就是 从我们的鲁 这个鲁房 鲁房往下摸 摸到了 摸第一 摸向往下锁的间隙 在六中间 有一个 往下摸 鲁房 鲁房就是我们第四类 往下摸第一 就是第五类 第五类 就是 就是我们的 旁开三寸 就是我们这个 布朗穴 现在讲到 讲到22个穴位 下面留到问题 给大家提问 现在大家可以提问 大家可以提问 老师有个问题 幽门呢 幽门穴 跟胃里的那个幽门 正好是 一个地方吗 不是 这个是幽门 是幽门 但是说跟那个幽门 不是一个名字 不是代表一个意思 上次你说 那个足太阳 磅光经 不是有六十几个穴吗 我们讲了六十个 没有呢 还有七个 讲六十个穴位 还有七个穴位 六十七个穴位吗 因为今天 讲这个先跟你讲了 到时候再补上吧 下个补上吧 嗯 彭医生 我想再确认一下 就是他说的几寸几寸 是吧 那个肚脂眼下几寸 这个一寸差不多 就是一个手指宽 是吧 就一个手指的那个 不是我们的一寸吗 这个是一寸吗 这个就到这里 是一寸吗 这一寸吗 哦 就是说你 你这个大猫子的一节 是一寸吗 对 就是这里 两边不是 告诉你们讲过吗 一寸吗 哦 好的好的 彭医生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腐瘤穴和那个三阴胶 它的位置区别在哪里 我好像觉得三阴胶也在那里 腐瘤和三阴胶 我现在我们给你看一下 三阴胶 跟腐瘤穴 是吧 就说三阴胶的话 跟腐瘤穴是有区别的 位置 不要位置 不懂 位置有区别 现在跟你讲腐瘤穴 在这个腐瘤穴 这个腐瘤穴 这个我们是在这个太西上面的三村 对不对 三阴胶 它是在这个 三阴胶是在这个 这边是在这上面 这边的三村 是在这个肩 这个肩三村 在这里 看到我的鼠标吗 看到就说它是在那个内怀上三寸呢 对对对内怀上三寸 它那个是在中间我知道 腐瘤穴 这个是在后侧 腐瘤穴是在后侧 它是在 它是三寸 你这个是三 你这个腐瘤穴 它是两横指 这个是三个手指 这个是在这上面 这个也是三个手指 这是在这边 而是这个是在背后 腐瘤穴好像可以去试上 就是身上有湿器 可以用这个按摩 你这里不上面没有 利尸除热吗 利尸除热 好的 是不是内怀内怀的 网上取定点 哪个地方 网上不同 三英交是往前 你先看到我的鼠标没有 看到看到 看到鼠标是在这里吗 这个内怀 这个内怀间上三寸 上三横指 就是我们的大英交 这个是以太西穴 往上的三横指 这不一样 它隔开 对对 就是 这个是在骨头的后面 对吧 骨头后面 是太西穴 那个腹 这是在这个上面 这个内怀 上三横指 就是我们的三英交 好的 谢谢 还有什么 那个吗 彭医生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说 这些穴位 我们摸不了 那么准 但是在这个周围 都这么拍拍打打按摩 是不是也有效果 这个就是你们现在 准确的地位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找 有实际图 你这图的话 你们可以照这个图 来 肯定这个是精确的穴位 这个都是彩色图 这个穴位肯定你们找得准的 是不是啊 那个胶性那个穴 好像也是从脚踝上去两吨 两吨不是三个字吗 对啊 三横指 那那不是跟会不会跟那个存在一起的 跟三英交是不是存在一起了 你说哪个交性呢 你这里有一个叫第十八交性穴 其实叫交性穴 这个交性穴 还我我现在把那个三英交这个穴位给你们调出来吧 哦 就是 好吧 你给你们准确的数给你看一下那个不一样的哈 你说你们稍微等一下 我们去调一下 啊 我们去调一下 一个鸡呀 我们叫 李鸡 你们知道李鸡肉吗 就是这个这个中间的话 一块肉就是我们那个鸡猪旁边两块鸡肉 啊 素食上的鸡 因为他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所以没出现这个疼痛 啊 精致疼痛 才引起腰体强 啊 对对对 所以就说很多人做小针刀啊 或者做那个 啊 东西把这个 那个痛 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嘛 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嘛 他分为运动神经疼痛神经 还感感觉神经嘛 他三个神经嘛 他把那个疼痛神经割断了 做小针刀嘛 割断了 没有没有没有疼痛神经呢 他就感觉这里不痛了 知道吧 做小针刀就是把那个疼痛的那个神经割断了 小针刀 对啊 平时你在国内的话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刀柄一样的 往里面擦擦擦擦擦擦把那个割断嘛 肌肉割断嘛 所以他把那个疼痛神经割断了 割断以后 你们就感觉这个地方不痛了吗 知道吧 一般现在有很多小针刀啊 这个位置啊 那么把这种神经割断 是不是他的肌肉也会松弛了 那肯定啊 他就瘫痪了吗 瘫的这里没有 他割断的目击就不让他痛 因为我是建议你们不要去做小针刀啊 那些感觉那些东西嘛 就是说不让你痛 但是呢 其实你的肌肉都被他搞坏了是吧 对对对断了 就所以我建议 这种病是怎么会引起来 是什么的不好的 吃了什么东西 或者什么不好的那个动作会引起这种 你痛的话就是例如你有些地方了肌肉拉伤啊 你或者动作不好了 怕他引起了人这个痛嘛 知道吧 那么神经痛我让他按摩 让他比如说缓解那时间长了 他不是会好的吗 是啊 有些人的话就说我要快速解决啊 或者打小针刀啊 你不就这样子 明白吗 叫什么小针刀啊 小针刀 小针刀 比那个针那个银针要稍微大一点 哦 哦 就进去把他针刀 就是针刀到那个肌肉那个疼痛神经那里 把它 你去动一动 例如打个比方 例如打比方我们这个脚背这个地方感觉不舒服啊 打个地方这地方 例如好就是你们很常见的就是网球轴嘛 网球轴啊 网球轴啊 网球轴知道光吗 我现在找一个手臂的吧 网球轴就打比方就这个是网球轴 他这个地方痛嘛 看到我的鼠标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轴关节痛嘛 他就在这个痛点 就在这趋时穴 这个地方 我找一个 稍微给你们看的比较详细的一个图 嗯 嗯 嗯 就打 嗯 看一个类似手太阴穴 手太阴穴 手太阴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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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就就打个比方 啊 啊 这个 这个图是看的比较详细的 啊 这个这个图 例如 例如这网球轴的话 例如你们这个地方会感觉很痛啊 是不是 嗯 痛的话就是他在这个痛的地方啊 啊 先打点麻药 用那个一个小针刀一刺进去 它分为有二号三号五号的嘛 他五号的是越来越大嘛 他放插进去把这四周 的神经把肌肉啊全部割断 把痛痛痛的神经全部割断以后你就感觉这里不痛了嘛 就解决你那疼痛了 但是你神经 神经割断你不是弯都不能弯了嘛 因为你弯曲就是靠那个筋是吧 但是说他不会全部割断嘛 就是说他割的这个痛点的神经痛痛神经呢 哦 啊 那万一那个医生那个水平不怎么好 稍微割他把它割断 是会有些人会割断呢 这个会他受以功能影响的 有啊 割断以后他这里就不太能弯曲了吧 因为神经是让你弯弯曲曲的呀 对吧 不是说不是弯曲 他是有些人伸不直啊 弯不了啊 对对 运动是肯定不能运动 建议你们就说 或者你们用艾丢啊 自己按摩啊 不要尽量不要做小针刀 嗯 好吧 嗯 因为你们学了现在学了那么多 可以就是说 例如等于到时候我会讲那些虚位给你们啊 你们自己用艾丢丢啊 那些东西都可以解决吗 好的好的 嗯嗯 好 那个那个那个 斯林迪安得的什么病啊 那个叫什么 僵体症 这什么病啊 是退行性疾病呢 什么 僵体症 僵健 僵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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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身体 强制性脂肢炎吗 对 我们叫强制性脂肢炎 那个是 那个是免疫力方面的疾病吧 还是退行性疾病 强制性脂肢炎 它就是说 在西医来的话 是属于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 但是在中医来的话 它是淤堵了 就是寒邪入侵 引起这个地的闭锁 闭锁的话 大部分我们要开一些 那个温精散寒的药物 例如我们吃 可以吃那个桂枝 桂枝 桂枝就是那个 祝桂汤 祝桂汤的话 它要吃一段时间 把那个所有的寒食 发出来以后 它就慢慢会缓解 那陈医生 你能不能去帮助 那个森林迪亚 帮了什么 你知道加拿大一个 很有名的 世界有名的歌唱演员 叫森林迪亚 他得了这个病 就是那个神经 好像就它不能走动 什么的 很痛的那种 什么僵体症 这个话 我们要摸脉 摸脉看一下 它具体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 还有一些病死 我们都要了解 因为他说 他有很好的医疗团队 但是好像这个病 也没有缓解 他有很好的医疗团队 不一定 他一般都是西医嘛 对对对对 中医这一块 您可以毛髓刺剑 去帮他吃一吃 让他好 他说这种病 好像是很少有人得的 这种病 多少百万分之一对吧 对 我以前也有这个病 一个年轻人 女孩子 他这个的话 一个是要调节 要摸脉 我们要摸脉 看一下 他的整体情况 看的是什么原因 因为就是说 他因为你在国外的话 基本上才有西医治疗方法 中医不会才中医 像很多 为什么很多有些 国外的人跑到中国 来用中医的针灸 推拿来治疗 就是说我碰到一个患者 他在国外 他说你有一个也是 他看西医 他说你从此以后站不起来 后来在中医 跟他扎针 六次 就能走路了 可以扶着站 可以扶着他 可以走路 后来 至了大概三个月以后 才能正常的请走了 就是中医 我也觉得中医 也许会治好他 但是他 他没有想到 要去看中医 因为他 所以他有些 有些人的话 他不喜欢中医 他喜欢西医 是的 所以说不一样的 他不认识中医 他们 不是说他不认识中医 因为他本身 他一接触 就是开头 一看病接触 就是西医 是吧 不像中国的话 中国的话 有中医跟西医 是吧 在国外的话 中医 他觉得中医是巫医 巫术来的 所以很多不相信的 所以就说 就会出现一些分歧 包括在国内一样的 我去年大概五月份啊 就是因为没有活动 然后肚皮大起来 然后这个 那个怀部有积水 就是手摁下去 有一个洞 然后后来我就上网去听那个了 那以后就前前后后的我按摩了两个血位 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浮流血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风龙血 我这两个一直按了一年多 然后我的水分基本上 这个就是脚踝的地方就按它 基本上就洞就小了很多 就浅了很多 还有一个就体重也减了18斤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 那是这两个血位是风龙血 起作用更大 还是浮流血 起作用更大 浮流 浮流跟大杀 对对 哦 浮流刚才我刚才讲了 有消种的作用 哦对 那那我 消种的作用 风龙血 我也是网络查出来的 就是说我就两边同时 它有消种 消种效果比较好 还有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我就是上一次说下午肚子痛的 那个上一次告诉你 42天都没有痛了 然后一直到52天的时候呢 又痛了一次 然后从52天到今天 大概是65天 又有痛了两次 我是一个礼拜有再吃一次 我每一个礼拜就吃一次那个 那个生姜 嗯 那现在呢 现在我还 你继续吃啊 你继续吃啊 你继续吃就得了 会不会是不够 我今天又 今天下午又疼了 厉害 就是反正就是说你多吃多吃 你反正现在改一个 吃一个 一个星期吃一次的话 改再吃两次到三次 哦好的 就是继续吃哈 因为你因为你这个湿气没完全 那个排出来 哦 可能是跟我的湿气可能也有关系 对你湿气 你说可能觉得你居住的环境也有关系吧 嗯 我还有个我很怕凉啊 就是比如说白菜啦 萝卜啦 什么这些吃了就 就会觉得家口水很多啊 或者什么就这样不舒服 就是说你一直吃 是那个刚刚跟你讲的那个意思 是因为你这个 就是说我跟跟你们讲过吧 就是说 呃 治疗了 好了以后 尽量不要吃寒凉的东西吗 哦 凉的东西 就是温度低的东西 我绝对没有吃 不是温度低的 寒流 包括就是水下的东西都不能吃 都是寒凉 水下 比如说螃蟹的什么吃的也不好的 嗯 你水下的包括鱼啊 包括我们的莲藕啊 都是寒凉之品 哦 那真的 我可能跟吃 吃鱼有关系 嗯 吃鱼在里面 就是说这个跟你说 我刚才说跟你调理好了以后的话 呃 就不要 不要再吃那些寒凉之品嘛 哦 我是假的 因为你经常会 因为你经常会出现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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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 叫水肿啊 那些东西啊 嗯 嗯 对对对 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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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就水 尽量就不要 现在因为你刚调理好以后 再吃一些寒凉之品 它又会出现这个情况 对对对 还没拱固 嗯 啊 因为你尽量的话 就说你原来的话 你开头是吃了吗 原来就说你既然一周都会痛的嘛 后来吃了以后的话 42天都没痛的话 就尽量 52天没痛 52天没痛 嗯 没痛的话就寄宿吃 就是说你尽量现在不要吃寒凉的东西 例如有水下的东西 啊 水下 我就不知道 水下就是包括鱼啊 啊 就是水一下的东西都是寒凉之品 对对 我就发现有一次是吃螃蟹 吃螃蟹吃完了 好像有肚子痛 我今天痛的就是中午就是吃鱼 就是说你尽量不要吃鱼 我都不懂 不但懂 嗯 就是你不要吃寒凉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现在在调理当中的话 尽量不要吃寒凉的东西 哦 好吧 好的 好的 我就是老找不到鱼 嗯 所以就说你吃了鱼啊 包括我们水底下的 啊 那个 海洋蝦 包括 虾都是都是水下的嘛 嗯嗯嗯 啊 水下面的嘛 都是 反正水里面东西尽量现在 因为你这个病情现在尽量少吃嘛 不是说 啊 你一吃你就会 一吃就会一样 包括就是你冰箱里冷冻的那个东西 现在不要吃 因为你没完全 没完全康复 因为你这个时间的话不是说 一两年 你可能是 十几年 十几年 我自己记得 你十几年的话 你也吃了 吃了一段时间 这个要 最少你这个要调理 三到五个月 那同位 好的 好的 好吧 好的 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 好的 那 医生我想问你 你说寒的东西水下的 那么比如说蘑菇 芹菜 这种算不算 都是 莲藕 莲藕 莲藕属于的 莲藕属于水下的 蘑菇不属于 蘑菇不属于 好的 但是说生的蘑菇 就是很凉啊 有没有这样说 那个不属于 不属于的 水下的 属于寒凉制品 还有一些叫着苦的 苦的也是 寒凉的 苦瓜 苦瓜是属于寒凉制品 包括我们吃的鸡蛋 也属于寒凉制品 鸡蛋也是 对对 鸡蛋它们是 就是那样煮的 我鸡蛋我上一段 都是来煎 然后这段我又 用哪来煮的吃 我跟你说好 就说你们吃鸡蛋 我建议你们煮 或者清蒸 就是打了水蛋的 为什么 我给你们现在讲鸡蛋的营养成分 好吧 我们下聊一下 好的 下聊说你们鸡蛋的成分 就鸡蛋的话 在我们当中的话 我们原来是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从事一个鸡蛋 采用喷调的方法 一个是油炸 就是油炸嘛 油炸就是炸的 还有一个清蒸 还有一个水 就是水煮 就是说对 营养最差的就是那个油炸的 它里面的很多成分被破坏了 所以就是清蒸跟水煮的 它的含量 就说你就说水煮的 它的保持的那个营养成分 是尝之保留了 但是清蒸呢 就是丢失了一部分 所以采取的话 我建议你们煮的鸡蛋的话 尽量是获得清蒸啊 获得水煮的一个整整的鸡蛋吃 这个营养就最好 那么也就是说 您说的水煮就是 蛋壳放在那里 就是水里白煮的白煮蛋 就是水蛋嘛 就是一个蛋放在水里煮熟嘛 就是这样吃嘛 我懂你意思了 然后清蒸就把它 用碎 然后放点水 打开吗 打开就放到碗里蒸啊 清蒸啊 那么比如说 番茄炒 西红柿炒 番茄就是油煎了 那就是油炸的嘛 它是破坏了一部分的盐 营养 那么核爆炸也是油炸了吗 对啊 你们都是啊 这个都是营养嘛 好的 知道了 谢谢 所以我没做过实验 三个出来做出检测成分 因为它这个 就是油炸的 油炸的话 省上了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三十五到五十 省上它营养 那彭医生 我是不是那种感觉 比如说你吃韭菜 那总归是炒鸡蛋了 对吧 那么是不是这个 比如说韭菜炒蛋 或者说番茄炒蛋 这个油里炒过的那个鸡蛋 会不会吃了以后 能够提高你的 增加你的那个胆固醇啊 使你胆固醇高 如果你水煮的或者蒸的 可能不会提高你的那个胆固醇啊 其实在我们中医来说的话 说胆固醇都是 就是说你胆固醇高的话 胆固什么东西 都是说你的排泄功能的问题 如果你吃下的东西 你的就是说 它消化不了 它就处在那地方越粗粗粗 越粗越多 就是也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排泄功能 例如正常的话 我们正常是每天吃一个鸡蛋 营养成分是要吃一个鸡蛋 但是说你 因为你的排泄功能不好 有很多人的话 就不吃鸡蛋了 不吃任何东西 其实鸡蛋是最好的一个 一个营养价值很高的一个食物来的 好的 例如你们像丁肠吃鸡蛋 吃那个蛋黄 它增加我们的眼睛的 眼睛的视觉的 请问 现在这个浮流和交信 是哪一个经过里面的 我怎么没找到 我现在是讲的什么经 我现在给你找 刚才讲的竹少云 圣经 我现在讲的是圣经 等一下我拍一下这个 我第一个肯定讲了吗 圣经里面的 你是后来听课的吧 对对对我进来把它报应 好谢谢 没事没事 所以就说 旁观经是上面的讲了 上几课讲了 因为上几课我还讲了六十个 还有七个穴位没讲 所以我今天讲的是圣经 对我以为是接着讲那个呢 谢谢 因为我们现在是讲的是圣经 因为还有七个穴位吗 我知道上次讲到六十吗 因为还有个 这里就是旁观经啊 不生啊 不参啊 生脉啊 还有金门啊 金谷啊 还有那个树谷啊 独通谷啊 都没讲的吗 这还有七个穴位没讲 所以讲的圣经 今天圣经是讲 讲到二十二个穴位 讲到这里 陈医生这里说圣经 是不是这个经体是连着圣的 你就是说我们在 在中医来说的话 就中医讲的那个圣 跟西医讲的圣是不一样的 中医的圣包括什么呢 它包括我们的那个 包括 包括女性的女子包啊 男性的前列腺啊 都属于前列腺这一块的 都属于肾脏这一块的 知道吧 所以他的这个跟中西医的圣 指的不是一个 例如我们中医讲的皮 跟西医讲的皮 又不是一样的 中医讲的皮脏的话 它是包括我们西医来的 一线来的 嗯嗯嗯 啊明白吗 嗯明白 所以他中医跟西医讲的 那就不代表全都是一样的 嗯 好的 谢谢 就是就是讲过这个 所以你看我讲的 你看女经月经布条啊 都会讲到一个圣经里面去了 嗯 这个都和生殖系统有关的 啊对 这确实是这一块 嗯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讲到还给大家三分钟 好吧 讲到10点40 还有什么问题 其实刚才我跟你们讲的 讲的那个气 那个气海啊 那个穴位都是比较好的穴位 你们要记住这些 那其实陈医生 如果我 我不是那么吃得准那个穴位 我每个都按摩一下 从肚脐眼的上下 全部一个个按摩 其实也是很有好处的 你看你自己先 找到一个穴位 你看哦 例如我们就说一个气 气门是这 对 气门就是跟我们肚脐眼平行的 你用一个手指 一个 你可以算得出来吗 你这个是 我们这个是三寸 对不对 嗯 这个是1.5寸 对不对 对对 1.5寸的话 你那个就是再减去一磅吗 再是0.75吗 再一点点不就是 就是就找到了吗 肚脐眼旁边 这个其实你这个穴位很容易找 这个穴位都很容易找的 你看这里 这里讲了吗 就是这个气 就是这个气 气血是不是 你看肚脐眼四指 有两个四指吗 嗯 对 对 在七七 这个七四指 啊 在这个那个膝盖上面先是 我们先是在肚脐眼啊 下面啊 四指 0.5寸 就是就是那个穴位了吗 是吧 对对 这个穴位 你知道一个一个穴位在上面找 这个上面你有图吗 你看这个图都很实际的 你看这是我们的解剖图 对不对 嗯 这个是正体的一个实际的图 你看他 他 讲了这个四指 这个很实际啊 嗯 啊 就一过去 啊 就是了 好的 到了 谢谢 这些穴位都很容易找 就是说你找 就一定 这个穴位都很准的 一下子就找到了 你如果感觉 找到的话 你按下去 有个双麻状就是这个穴位 好的好的 嗯嗯好吧 您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穴位你听上去都要有点酸或者麻或者胀 否则就是没效果 你按上去就烧麻状 绝对是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谢谢 嗯嗯 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下几个再回答好吧 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下几个再回答好吧 大家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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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